查报最近消息 台北市邻地方法院传出有罚警确诊 证明罚警1号因为身体不适前往快筛 结果阴性 昨天还正常到法院上班 解压了一名通缉犯 不料在绑管时 罚警接获了PCR阳性的确诊通知 增益状况要联系给记者徐止玄 好 主播观众 但您关心疫情在传烧往法院 台北市邻地方法院传出有罚警确诊 证明50多岁罚警在5月27号 出现喉咙痛不舒服等症状 周末在家休息后 情况却没有好转 因此1号前往快筛 结果呈现阴性 所以昨天也正常到法院上班 还押解一名通缉犯 没想到傍晚时 罚警接获PCR核酸检测的阳性确诊通知 赶紧回报地院法官 目前地院紧急匡列接触对象 包含5月26号接触的一名罚警 和27号接触职夜班的三名罚警 以及6月2号一起押解通缉犯的一名罚警 总共5个人列为居家办公人员 同时也通知该名遭押解的通缉犯 必须自我健康监测14天 而上午法院也将全面进行清销 避免疫情在法院内持续扩散 以上是我们讲的最新状况 先镜头交换棚内 在厚警方上既往三不成立 市场上には毫无奈 快选择